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萌,最近有个消息要说这个湖南长沙越路区的一个 辅警的一个岗位啊,然后据说 哇,200个人争破头,其中有一个格外显著 是一个94年出生的一个清华女博士姓张 哇塞,真的,这个消息一出啊,评论区就直接炸锅了,知道吧 哈,妖兽啦,清华的女博士都过来抢饭碗啦 什么什么一个辅警的一个小力,一个小角色,还不是体制,还不是编制内 哇塞,用的时候这个清华的文凭和学历嘛,对不对 还有一堆说什么学历啊,什么贬值啦,什么文凭都不值钱啦 什么一大堆的这个,我在想说你们真的是他妈的为古人操心 我跟你说,人家这个官职这个岗位有啥不好 我跟你说,未来用不了很久 很有可能这清华北大出来的这些学弟学妹啊,一毕业都没有找工作的机会,是吧 直接去广报的农村土地,直接去耕田,耕作 对吧,耕作的同时要生娃,都可能是这样一个命运 你想想这个先行,先行毕业的这个张姓女博士啊,对吧 她有可能就是在旁边看着她们的人 她有可能就是拿着小鞭子,对吧 看着她们说,不许跑,你们不许跑 对吧,我只会这堆人跟着我,咱们去那儿,对吧 我看着你们 对,她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避免了成为那样的一个 你知道吗,就是多好呀 拍手称快,太好了 就忽然间让我想到之前 就是朝阳区吧,北京朝阳区啊 那应该是2022年的这个公务员港 就是公布了之后,公示了之后 九仙桥城管大队大队长,然后就是一个官员,一个干事 到那去当城管大队呢,很多人就说,不对呀 这怎么城管大队了 因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城管大队全都是那个,就是那个 黄色小电影,不是黄色小电影 就是灰秃秃的小电影,扬着沙尘,然后几个那个骑了三轮车 然后卖这卖卖那,一看城管来了,然后跑 然后后面有一堆你知道吗,就是衣着,也不是那么考究的 那个,但是可能有没有锦灰什么,不知道 就跟他后面跑,不要跑,不要跑 对吧,就是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就是烟土气 非常那个什么的,阴运着的那么一个画面里面 哇,猛的出来一个学合物理的一个啊 就是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位女士啊 长得像花一样的,一位女士在那摇着琴 那这喊,不要跑,对吧 就是这个图景啊,在我心中第一反应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估计啊,也是有点误会 就是做城管这一行的 maybe现在这个好多地儿都用得到城管 不一定你弄个小推车,在那卖个瓜 对吧,卖个切膏,对吧 有可能啊,被人喊打喊啥 你干个啥都有可能,你知道吧 就是,就是城管的人都跑过去 就说不行,我们得执法,对吧 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思维固化到这个 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小小电影一般的那个场景里面 以上都是闲扯的啊 咱们来聊聊这个清华女博士 为什么要抛弃本专业所学 然后要到这样一个岗位里面啊 要么就是当一个外挂小丽 要么就是怎么说呢 要考这个公园的编制 是为什么 我分析啊,第一就是我估计这个女博士也得有自立之名 知道吧,知道自己这个博士头衔 可能也是混出来的 对吧,就是这个博士这个含金量 谁学谁知道 虽然广大的普罗大众,对吧 就觉得博士,哇他妈顶了天了 对吧,就可能家族 百八时代也出不来一个女博士 哇,现在第一女博士没有那么那么的罕见 第二呢,就是你知道就是被稀释了嘛 对吧,就是你虽然可能拿了一个女博士的文凭 但是你学到这个东西 但并不怎么递 你发的那些文章 你有没有科研 有没有这个成果 对吧,就是谁学谁知道 谁发论文谁知道 对吧 所以我认为啊 基于这点故事的话 就是没有强行在本专业 不管你是学化学还是学和的 对吧 在本专业上去拓荒 然后去可怜巴巴的去大公司应聘 然后或去怎么样 走科研这条道路 而选择了去当城管 或者去当辅警什么的 我觉得maybe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人家很务实 就是实事求是 对吧 就是我有几斤几两肉 我就吃几斤几两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这有什么不好咧 对不对 第二呢 即便你真的是有这个真才实学啊 然后拿到了这个本专业非常高的分数 而且在你的这个行业里面非常有建树 科研建树论文发表什么的 然后你到了毕业的那一刹那 很多人也会去一个打个问号 也会去选择 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清华北大毕业的这些博士生啊 再读的或者即将毕业的 知道你的这个文凭的这个含金量 比如说你真的是想去欧美啊 那些较为发达的国家 你想移民或者怎么样 你这一个文凭基本上就有50%的胜率了 很多地儿那个移民中介都说你要 你知道是博士多少钱都能给都能给你办出去 有这样的对不对 我我相信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些讯息的 但有多少人能走出这一步来 对不对 广暴的天地嘛 对吧 总有你发挥所长的这个地方 对吧 但是很多人他不选择这条路 还是依旧觉得说我学了这些东西用 他妈有什么用嘞 特别是作为一个女孩的到博士的念完博士的时候 差不多也这256267了一个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人生的这个第一大事 难道不是结婚生子生娃吗 以后还得生三胎呢 我的天哪 这往后排 对吧 就是来不及了呀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往往都是报道出来的 有很多女博士啊什么的 我估计男博士选这个可能少一点 但女博士选这个确实也不少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赤裸裸的一个中国式的一个问题 就是百无一用 是书生 百无一用是博士 你他妈是个博士 又他妈有什么用 对吧 所以就很多女博士 据说啊 就我看到那个评论区里面的人啊 就是看到这条之后就有所感的 说我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也去当了一个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官 小利 就是先找一个靠近体制内的那么一个地儿 先被这个气氛和这个氛围晕染一下 因为相当于这个湖南缠沙的这个妹子啊 其实是即便拿了这个岗位也并没有拿到所谓编制 对吧 但是他已经无限无限靠近体制了 所以他做这个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 在岗位上面就是官如果没有那么大 然后这个职务又那么清闲的话 我还可以考公园啊 对不对 哎那没准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边外人士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 那是否对我考公园就会有一定帮助呢 那领导就提前就认识我了呀 对吧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哎我有这个体制内这个背景背书了之后 对我的这个婚育啊 找对象啊什么的 那在这个婚恋市场也是个加分项对吧 还有第三点呢 又是更更加重要的 哇塞 就是你能确保你在封城的时候工资能照拿吗 你不能保证吧 但是人家公务员对吧 人家不管体制内的还是编制外的 人家这些小利小官 人家那个工资是照发的 这一点你能比得了吗 比不了吧 对不对 所以真的不要用自己鲜艳的方式来揣度别人的选择 你看看这评论区里面说什么 说哎 如果你考了人设局的合同工 你面试的时候 人设那些大佬会给你考试技巧的 就不用去报班了 另外一个说 说血警就是我们常说的临时工 鸡毛蒜皮 苦累活 基本就他们干 他们他们干 出事了 背锅也基本上他们 工资待遇也比正式警察低 然后前途都没有 进去就是混日子 但是呢 这种可以去参加这个考工的 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知道 大家都有自己的小蒜盘 都在考量 好吧 然后阿蒙就想起来 之前一个朋友说 他的健身房里面 老看到一个267岁一个小哥 然后天天闲的真是蛋疼 你知道吗 然后那小哥一打听啊 听说就是在北京有四套房 然后呢 就是刚刚去年是刚刚从加拿大 还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啊 然后据说他的这个工作是 某这个街道办 街道办的一个办事员 就是公务员你知道吧 而且更加蹊跷的是 他在那个街道办的那个办事员的岗位上 已经有五年的功龄了呦 所以你掐指一算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说人家二十二三岁 人家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拿到了这样一个编制内的那样的一个岗位 但是编制内的岗位呢 他也不在这干活 也不给他发心 或者说 或者说他们家别的人在这个岗位上面 知道吧 但还算在他的这个功龄 还算在他的头上 人家就跑到美家去留学 去留完学之后 就发现说 我学了这一身本领 好像也没有个卵用 我们有个弹用 然后疫情也挺严重 然后去年就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呢 就发现说 好像这个职位 确实没有什么 就是朝九晚五的那么一个闲职 然后就是弄完了之后 每天也无所事事 反正家里面房多的跟个啥似的 然后我晚上就在那里 寂寞的撸铁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所以呢 北京真的有好多这样的人 这个时代真的不同以往 是吧 这是一个哑巴pony马 都会在这个微信圈上 转载人的文章 说嗯 这段很形象 说的有道理 这是一个安迪流 也会那个什么 阴沟里面翻船 你知道吧 不知道自己读的 他妈哪 哪句文 是他妈这广告公司 底下哪个东西 就抄过来的 当然这事呢 跟安迪流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肉眼可见的 就是明星掐饭 以后会 你怎么说呢 就是也得知根知底 也得有分寸 另外的就是广告公司 你知道就是外包嘛 层层外包 包到最后 那个写文案的 那个小伙 可能就拿200块钱 200块钱 文案的小伙说 那他妈我还写个毛 抄两句得了 我还得去挂 挂机打王者呢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吧 所以呢 就是就扯远了 对吧 所以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呢 是一个热爱 可抵岁月漫长的时代 你要热爱什么呢 你要主动的热爱 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你会主动选择 站在太阳底下去 排核酸 排四个钟头 对吧 然后回来发微信圈 说哎呀 今天效率真高 一下午什么事都没做 就排了两个核酸 这是一种选择啊 要么就是你会选择 去考个公务员 考个编制外呀 考个什么 先晃荡着呀 对吧 然后当你发现 这一两年 钱也没有赚到 青春也浪费了 然后就是一无所得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哦 原来这也是一种选择啊 对吧 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 我把时间 光荣的浪费掉了 也很好 反正都是自己的选择 苦乐自知 但是够牛逼的是 你还有机会来浪费 很多人连浪费的机会都没有 那就是更惨的一代了 对不对 哎呀 所以呢 就是知足吧 知足常乐 今天要说啥 好吧 希望大家听我蛋逼 鬼扯的开心啊 然后欢迎订阅转发 拜拜 拜拜